小小梦魇儿 一款类似于Limbo地狱边境型的解谜平台恐怖冒险游戏 在本作中 玩家家扮演刚登场时 头戴直戴的男孩Mono 与前代主角身穿黄色羽衣的女孩Six小六 携手合作 一头前往支配着这扭曲世界的电波塔 而路组中将有无数被电波塔所洗脑的可怕居民 会不断阻拦两人的道路 不管你是等到脖子都跟老师一样长了的一代楼粉丝 还是初来杀到梦魇 本篇评测不会剧透 请安心服用 别忘了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作为一款恐怖游戏 小小梦魇系列在使人不安这点 从来就是当人不让 独特而诡调的美术风格 人设世界观 资本座最大的特色与卖点 不管是黑暗压抑的整体游戏氛围 长相机型到让人头皮发麻的巨大敌人 以及与气氛完美结合的优秀音效与BGM 都很好的继承了前作 小小梦魇系列同样广受好评的 剧情叙事方面 一向是走一种比较偏意识流的手法 整个游戏仿佛默剧一般 是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与人物台词的 这故事到底说了什么 基本得靠玩家 依靠细节与画面演出去自行 以一评凑 因此考察线索 也是不少小小梦魇系列粉丝们 共同的追求目标 不是为这款游戏另类的乐趣 解谜与最主战的部分 基本都维持着前作的水准 谜题整体难度不算高 主要还是识玩家的观察力 但有些地方的提示设计 还是蛮不明显的 对平常没有接触解谜游戏的玩家来说 比较不友好 追逐战则是几乎常常都让人印象深刻 《小小梦魇》系列的追逐战 一向为人称道 只要稍微慢了点 就会被抓住的紧迫窒息感 让人能更有私利逃生的那种 啊 我幸存下来了 的欢喜 不过如果该场追逐战失败太多次 那挫败感也是非常强烈的 想要入手这款游戏的玩家 可能要做好死无数遍 才能带着小六逃出生天的觉悟 要说到二代与前作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代主角Mono有了小六作伴 小六除了可以与我们一同借谜逃跑外 更会主动给予玩家前进的提示 Mono与小六之间的羁绊 便是本游戏最大的醍醐味 从数次见面 第一次牵住彼此的手 到后面一次次在互书下私利逃生 都可以感受到我们与小六之间关系的变化 甚至会让人联想到Iko的感觉 许多互动细节设计都非常巧妙 让人很难不对小六产生特别的心感 而这个伙伴小六的设计 也让小小梦魇2比一代多出了 更多可以让玩家投射情感的其中的要素 让玩家的代入感与成绩感 又往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小小梦魇2所能为玩家带来的 并不只有纯粹的恐怖体验 无论是关卡设计还是隐晦的剧情 都值得玩家一再玩味 同样作为恐怖游戏爱好者的小编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恐怖游戏 并不是单纯的喜欢背下 而是喜欢他们的那种细思极恐 以及破关之后留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情感 另外就是游戏走时长的部分 如果你是擅长解谜且不守存的玩家 本作一周目大约6到7小时可以通关 探索时喜欢东摸西摸 或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get不太到谜题提示的玩家 则大约要花费8到9小时 比起3到4小时就能结束一周目的前作 算是比较有分量了 但整体给人的感觉 可能还是更偏向恐怖小品 虽然游戏有透过一些收集要素 来延长游戏寿命 但对于不那么哈扣的玩家来说 一周目通关也就差不多了 谁还在那边跟你翻身越岭找帽子 玩什么奇迹摸摸摸环游世界啊 总结来说小小孟严2 画面精美 演出精彩 音效到位 以千元有找的价格来说 小编个人觉得相当划算 如果你是这类型恐怖游戏的爱好者 那么小小孟严2十分推荐入手 以上就是小小孟严2的介绍与心得分享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到粉丝团按赞分享追踪 或到YouTube频道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